日前因为私奔而到女方家纵火的小情侣 上午主动到家里投案 最近的状况连信记者徐华川告诉我们 华川 好了 之前在这个中河地区 送火烧女友家的女性男子 他今天早上呢 带着小女友来到了嘉义警地二分局 在八点钟的时候主动向警方投案 而根据警方表示说 他们逃亡这三天当中 很可能案发之后就这个大车南下 来到这个女性男子嘉义的老家躲藏 不过呢 警方一度是从他的IP位置 以及手机方式通联来追查 都发觉呢 这对小情侣平常很爱上网 但这两天呢 却几乎没有任何的网路上的动作 另外手机也都关机 使得警方一度查案 是查无头绪 不过呢 事后发现说 这个女性男子之前 他没有工作 却还有金钱的来源 原来都是他的家属 曾经有汇款给他 因此警方呢 在这三天之内呢 不断的跟他的家属联系 希望由他的姐姐出动来测动 这个出面来测动女性男子来投案 因此呢 女性男子今天早上八点钟的时候 就带着小女友前往 嘉义警第二分局来做投案 那另外那个辖区的中和第二分局 在自作完相关人的笔录之后 发觉这个魏成年少女父亲 他为了要救他的女儿 三度冲进火场 导致他这个一度是命为插管之后呢 还紧急减回一命 目前还在这个家户医院来 家户病房来进行观察 而中和警方呢 在今天中午时候 也将会这对小情侣带回台北 继续征讯 主播 好 谢华川 看到这对小情侣上午是在 嘉义主动投案了 当然这个女方的父亲 现在还在家户病房观察当中 女方也会详细的询问 这对情侣到底为什么 怎么做出这样的行为 好 谢华川 我来说 好 谢华川